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先一百两 爱的冲动 爱的理由 不计较后果 理由一百万个有漏洞 快说破说破 以后最赤裸 适合爱不爱我 理不理我 关系这结果 你说我要结果 中间不必停留 你说我要 一转头再来过 男的女的 都不要再等候 自由 自由 现在就要自由 掌声欢迎刘柯妍 欢迎 哈喽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Diner刘柯妍 我现在是一个 独立电子唱作人 我是在山东济南出生 在伦敦和中国香港 读书和学习 在2022年的8月份呢 我发表了我的第二张EP 他的名字叫卡斯尼 希望大家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支持我 谢谢 而且据说这个单曲的专辑 是在Apple Music的首页 可以看到的对吧 对对对 机会还挺难得的对吧 对 我也被苹果音乐 列为了Up Next 就是明日之星的艺术家 所以说我感觉非常开心和兴奋 我们看一下 抢先一百秒吧 他的表演大家喜不喜欢 来 请投票 抢先一百秒的分数是 79分 现场不可以给自己拉票是吗 没到那个方式 其实在唱跳之前 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小神秘的一个设备 在辅助这个音乐的节奏和一些气氛 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叫 低阶台 它是一台analog合成器 可以理解成为电子钢琴 就是好玩的 电子钢琴 就你刚才唱之前 你都做了哪些操作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它的cut off 是一个调节滤波器 就是通过拧动这个按钮 把滤波过滤到频率上 可能现在讲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 我们就不深究了 要不然我们还得问滤波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听听效果 是不是像天线宝宝的那个 这真的是在发电 感觉有点漏电了 其实有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这边你可以试一下 它有主音在这里 换到不一样的声音 就随便弹 这个是可以重复的吗 它的音乐取决于不同的pre set 因为这边有pre set的部分 就是可以提前调节好 然后换不同的声音 好 柯燕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刚才这种音乐风格 这种叫电子音乐 对吗 对 对 对 电子音乐 刚刚我是其实自己做了一版 remix混音版的 来自郑秀文的梅飞色舞 这种电子音乐 你觉得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魅力 就是它的律动感很强 可以把人很快速地带到一种 让你想跳舞啊 比较欢快的这种气氛 刚才我们听的梅飞色舞这首歌 在当年也应该算是 电子流行音乐了 对吧 它本身配器编曲也是这种风格 是的 是的 它当年好像是在2000年初吧 对 家喻呼啸 对 你刚才唱的时候 帆哥一直在底下跳来着 他还问我 我这个动作对吗 跟当年的一样吗 还有这个动作 我看到了 我说 哥你干啥呢 敲锣打鼓呢在这儿 但是你看大家一里熬到这种电子音乐 会想到这个表演者或者这个音乐人 非常非常的酷 非常非常的新潮 但其实我看了一下资料 这酷可能是这科研的性格 但是它在音乐这个道路上还是蛮传统的 是五岁还是六岁啊 学的是最传统的名乐 对 其实我六岁开始就学了最传统的一个名乐 它的名字叫古征 古征 对 所以说我是自幼习征 其实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 就是硕士 学的都是跟音乐有关的音乐学 就是一路这样走来 但是现在 包括在硕士阶段 其实也没有和古征就脱离关系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因为我的本科主修的就是音乐表演古征演奏方向 研究生呢 我又学的是Master of Arts in Music 就是音乐学 跟古征还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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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说这么多 我觉得百说不如一见 好不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古征带到现场 来给大家来个小展示 好的 好的 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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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们有请刘柯妍同学 我们带来一段摇滚版的古征表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好酷啊 谢谢 因为我是加了一点 摇滚的元素在里面 跟电吉他 然后其实这是我歌的一个开头 产生一些互动的感觉 所以你看这个 我们很多传统的古老的乐器 在新的时代 焕发不同的生命 对不对 他能演化出那种 很魔幻的那种感觉 这是以前古正表演 我们感受不到的一种魅力 对 其实另外我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女孩 我觉得这样子创作 摇滚音乐跟古正 一个可能在大家印象里面 比较柔美的一个 我们中国自己的乐器 这样一个相结合 也是表现了女孩的一种力量 所以说跟我的个性 也是非常相符 柯亚你可以从你这么多年 从小学习最传统的名乐 然后到今天你从事的这种 摇滚和电子乐 这一路走来 其实传统乐器 在你心中意味着什么 传统乐器 其实它已经就是 融与了我自己 是我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 希望可以去 未来去更好地 把古正融入在 比如说我自己 或者是比较现代 然后电子 甚至独立小众一点的音乐 去尝试不同的道路 没错 这就像我们说 很多这个飞移的项目一样 我们最重要 第一是当然要传承 另外就是要发扬 它这个发扬发展 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看到这些 古老的乐器 能够焕发新的生命 对 是的 那接下来 你有100秒的时间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 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黄金100秒央视频号 点击央友圈 在这里可以报名 发展参与实施互动 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 赶紧扫码加入吧 100秒计时开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心眼裡鎖 鎖 山崩潮灑 金屬難脫 心眼山崩潮 心眼神 心眼神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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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you through the dark and glow I see you through the dark and glow I see the greatest times running in your eyes Under the moonlight is rain and dry You never showed up, never coming by I never seen you that I don't mind me young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朋友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未来可期 小小的身体藏着巨大的能量 古装居然还能这么弹啊 我们中国传统明月真的是厉害 好困啊 这是谁啊 怎么还给弹困了呢 我觉得很带劲啊 我喜欢大家这个比较真实的表达 我想说什么呢 其实很多这种心生事物吧 都有一个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 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 所以我挺想听听大家 看了这一百秒表演之后 大家都有哪些真实的感受啊 那位大哥 我想听听您那个听了 这种音乐有什么感受啊 说困的是您吗 我没说 没飞自舞说的带的 每次我开车困的时候 我就听那首歌剧 知道吧 他能带着我浑身都能颤起来 那种感觉 我只要找那感觉 一直在找 没找到 一定要把你那个真心 那个表达出来 带动观众 感觉那个力度啊 好像还差了一点点 对 那个乐器起来 你的动作 好像都跟不上的 这是我个人看法啊 当然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艺术门类 一种艺术形式会获得所有人百分之百的喜欢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支持喜欢的会不会成为大多数 我们来看结果 好吗 黄金大幕请升级 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三 二 一 宝箱开启 我看到是一个节拍器啊 好 而且还带着我们的这个黄金logo 这个节拍器特别漂亮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回家我要放在我的合成器旁边 离成功就差一点点 87分就差三分 其实可能用100秒的时间 让这么小众的音乐 一下被大众接受 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次黄金之旅 作为一次尝试啊 我们现场的这么多人 我们都不了解它 但是就这段我刘柯岩的音乐 谁能够懂我 谁会是我的知音 这是今天你需要去发现的 他的这个音乐是我喜欢的 或许未来 这个小众可能会变得大众 因为所有的大众音乐 都是从小众开始 你太懂我了 那希望你在 喜欢你的音乐的这些朋友当中 为他们做出 更适合他们的音乐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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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柯岩希望你继续加油 试金的总会发光 谢谢 继续加油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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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